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弯游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好亲爱的朋友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我们曾经其实是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一本书 叫做巴巴吉的教导 我觉得这本真的是奇书 所谓奇书就是他里面的内容或是他的一些想法或是思想 我是觉得可以再次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因为他最近又重新再版 所以我们请到的这个议者 夏安... 诶 奇嘛 奇 对 达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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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简单一下 巴巴吉的到底是谁呢 好 大家好 巴巴吉他是印度的神人 嗯 那所谓神人的意思就是他是神的化身 是 那巴巴吉他是印度有三个主神 就是师婆还有梵天 对 毕斯努 那巴巴吉是师婆神他的化身 那为什么知道是他的化身 因为巴巴吉他就是在印度的一个叫喜马拉山山脉的一个地方 他时常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那在印度人他们都知道那里就是师婆神他也时常会看到他的显化的像 所以他们都一直知道那边那个地区就是师婆神他住的地方 那巴巴吉他也一直化身在那个地方 那巴巴吉他不是透过父母所生 因为没有人看过他的父母 他最近一世是1970年的时候出现 然后就是在那个一个河谷边的一个洞穴里面 然后那边的村民经过就看到一个少年 18岁的少年 然后人生就发着光 然后因为印度常有很多圣人嘛 所以他们应该比较见怪不怪 这样就觉得这少年应该是个特别的人 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去看他 然后他们就是完全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 那每一次就是1970年到1984年是最近一次化身的巴巴吉 那在前面1600年到1800年的印度历史里面 也有记载过一位巴巴吉 然后更早还有一些喇嘛他们也说大概在500年前他们也有 他们是西藏的喇嘛嘛 他们也说他们的经典里面也看过有一位巴巴吉 所以这位巴巴吉他会时常回到人间 对 然后他回到人间的用意其实就是要协助人们转化 就是如果这个时代是比较显恶的话 那他常常会在那个时候回来 然后他就是要回来转化世界 然后改变人类的新的意志 所以他其实算一个是比较传奇的一个神人 嗯哼嗯哼 是 那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印度这么多圣人 你为什么会特别对这个巴巴吉的那个缘分会这么深呢 因为他长得比较帅 哈哈哈 嗯就是我的名字是Tara 那这个名字不是英文名字 它是一个灵性名字 是 就是我自己一直有在做身心灵的一个修持 对 那应援机会就是得了这个Tara这个名字 是 那他的意思在西藏他是度母的意思 对 但这个给我这个名字老师他是有点类似连结 就是跟上面连结 然后接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 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巴巴吉的守护者 哦 是 所以我大概是十 是七八年前我拿到这个名字 我才第一次听到巴巴吉 我之前其实不知道不知道他 我有听过士婆神 但我没有听过巴巴吉 哦 是 所以是因为我的名字的关系 我才开始去了解 去接触谁是巴巴吉 嗯哼 就是这样 哦 是因为你的先取的名字 然后呢 就是 刚好这个名字跟巴巴吉是有一些连结的 所以 所以 你在2013年特别跑到他的道场 去 去 去参道 那是有什么启发呢 嗯 我2013年 那时候其实我之前就是有做过一次生命之书的阅读 对 那也是一种一个灵性上的阅读 对 就是关于我的过去现在跟未来 嗯 然后在是在阅读里面提到过 过去是有 曾经就是巴巴吉的土地嘛 对 然后生活在他的道场过 是 然后就说我这辈子可以再回到那个道场 嗯 然后我会 我会跟一起 呃 我自己 所以会协助我一起我自己 嗯哼 所以我2013年 就决定我 就走一趟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印度 我大概28岁我其实就已经去印度了 嗯哼 所以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国家 一个国家 嗯哼 对 然后2013年我去道场的时候 我有 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对我来说那个道场有点 有点 呃 贫穷嘛 就是有一点 嗯 非常非常简单 对 然后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像庙宇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我们 因为道场有 有它的一个schedule 然后我们对于道场就是 要跟着schedule生活 嗯 然后我们要工作进行 就是要 会安排工作 对 然后我们就透过工作 然后在那边 呃 是可以有吃免费的吃 嗯哼 是付很便宜的住宿费 是 嗯 对 然后每天就是会跟着 它的schedule生活 一早 五点多就要起来 呃 那边那边是恒河上游嘛 对 就会建议我们恒河沐浴 嗯哼 嗯哼 之后会有一个一小时的唱颂 就是 对 唱赞美神的歌 嗯哼 然后到早餐之后 就会开始做工作进行 嗯 然后下午就会要我们再去恒河再吃沐浴 对 然后 晚上吃完饭 又又是一小时唱颂 然后就睡觉 嗯 每天都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在那边 就印度教其实男女是分很开的嘛 对 嗯 嗯 就是然后连在佛堂里面唱歌 都是男生一边 女生一边 对 然后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比较 我是比较自由的人 我其实觉得我真的有点严肃 嗯哼 就是我第一次去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月 对 一开始稍微不习惯 嗯 因为就是很简单的环境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我的身心变得越来越简单 是 每天就觉得很简单 就是跟着schedule走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沐浴 沐浴 我常会让我很惊艳 就是常 去河里面 然后起来 早上 因为河水是冰的嘛 下去起来 然后我脑袋就有一片空白 就觉得分回去 是 然后上午 就是会有太阳 然后是暖和的 嗯 然后去到洪水 就会觉得 哇好像母亲的河流一样 对 非常温柔的 就是因为早上就是有工作嘛 就是已经有点累了 然后下午就让河水这样流流流 就觉得好舒服哦 嗯哼 然后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很喜欢那边的生活 就是渐渐变得很单纯 然后很享受那边的环境 因为是一个很漂亮的山谷 很漂亮的山谷 就是他嗯 嗯 照看着 就像这本书的封面 对 放的是一个树 然后那棵树是 据说是师婆神 为他的老婆 种的树 对 因为那个河谷 我们都是在那边沐浴嘛 嗯 那师婆神他的老婆 也会去那里沐浴啊 对 然后爸爸就 没有师婆就想说 老婆没地方换衣服 嗯 没地方可以乘凉 所以就对了一下那棵树 所以那棵树在道场也是很特别的地方 嗯 所以对我来说 那棵树我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 是一个对我来说 是很有 对 纪念性的一个画面 说我把它拍下来 是 然后我们 后面又放了一个爸爸主的头像 就是在天空的地方 嗯 然后因为这就是我对道场的感觉 就是即使爸爸主又生不在那边 但是他的能量就是 是 在每一个树木 然后花草 嗯 然后人物里面 嗯 因为在道场很多不同国家的门徒嘛 对 那有些是 爸爸主在世的时候 他们有跟他一起生活过 嗯 只有跟他聊天 我也都会感觉到很感动 就是他们也跟我分享 就是接近爸爸主之后 嗯 怎么样改变他们的人生 是 是 那隔月对我来说 就是 我觉得让我的生活真的 回到一个纪律 嗯 因为我以前就不喜欢纪律 对 但是 像一个月跟着 schedule走之后 我觉得其实对我 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我的思想会 更专注 知道我想做什么 是 对 然后有一些事情我们想做 你真 真的是要专心每天重复 虽然每天重复好像有点无聊 但是就是 找紧 你要找紧 你找下去才会遇到谁嘛 对 如果一下子就半途而废就没了 嗯 所以 在那边一个月 我给我的学习就是觉得真的很大 是 所以我回家完之后 我也越来越 营救一次是比较简单的生活 然后也会 比较有 有规律在 在做我自己需要完成的事情 嗯哼嗯哼 好 那我们就是尽快来跟听众朋友 来分享 巴巴吉的教导里面这书 他到底在教导什么 或是他的 他就是有什么 这本书的一些重点是哪一些呢 嗯 这本书的重点啊 对 巴巴吉的教导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工作静心 嗯 就是Kama Yoga 对 然后他说 工作静心是最高等的 最高等的瑜伽 嗯哼 嗯哼 因为这个 Kama就是业力嘛 对 然后业力瑜伽它其实是 透过工作 我们可以转化我们的业力 嗯哼 所以每个人都要认真工作 是 然后那个工作是 为了人类最高的福祉而去工作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 所以在工作 为什么说是工作静心 对 因为要把每一个工作当成是 呃 就是神的工作 现的神 然后 嗯 因为神都是为人类而 为人类好的嘛 对 所以我们做的每个工作 也是带着一个很虔诚的心 就是 透过我的工作 我可以让这个世界 让更多人更好 对 比如说我们 呃 然后这个工作是没有分高低贵贱 嗯 比如说是一个知节工 是 然后他的工作中 他就想着透过我的打扫 我可以让这个环境变好 然后路过的人都会觉得很干净很开心 他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工作 那他工作品质是不一样 而且他会很享受他的工作 是 那如果是一个做办公室 他是一个管理阶层的人 那他在做他工作的时候 他想的是 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员工可以发挥他们的所长 嗯 所以他就陪会了这个公司一个很好的发展 而且可以利益更多人去前进 那他的工作品质会不一样 那他去照料他的员工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是 所以 嗯 当我们带着这个 就这样的想法去工作的时候 即使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些不好的事 我们伤害过一些人讲不好的话 嗯 但是因为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 在工作 在奉献 他可以转化掉我们以前的不好的言行 是 所以这就是工作进行的意思 嗯 所以爸爸去教堂 是每一个人去到那边都要去工作进行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 嗯哼 那 那 这些佛神他就是破坏嘛 对 他的能量是破坏 但是破坏之后才会有建设 所以是一个很行动制的 这个神的能量是很行动的 是 所以 耶利加也其实是我们透过我们的行为 我们把我们过去不好的 不好的言行我们把它破坏掉 对 创造一个好的业 好的业 善的业 是 嗯哼 那 那就是在一般怎么 刚才有讲了一些说怎么应用在现代嘛 但是你知道吗 现代人就是 基本上可能要会三餐了 就已经 要温饱了 就是为了三餐而工作 没办法就是说为了理想而工作 那应该 应该要怎么去转化呢 嗯 就是如果用更大一点的视野来看 就是我们来到这一次 我们其实都是在学习嘛 对 那 嗯 即使就是在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话 是 也把它当成 就是 是一个 一个 考验 一个学习的机会 对 然后比如说可能真的我们过去是有做过一些 真的不是那么利益众生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我们会经历也是一些辛苦 是 那 就是转化自己的心情 不要去抱怨我们就是 好那我现在可以怎样做 把我手边我可以做的事情 嗯 做好 对 然后当然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 请求神的学徒 对 就是可以在心中 连接爸爸主 爸爸主有给一个很厉害的真言 叫奥NamaShivaYa 嗯 念慢一点再念一次 奥 奥 奥就是泛文的奥 对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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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奥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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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原子彈威力還強大的真言 這個真言就是我向師婆神鼎鼎 他更深的意思就是 我臣服於神的旨意 請神帶領我 我知道我現在很辛苦 我現在還有很多小我 我過不去我沒有辦法真的 那麼奉獻我自己 我沒有辦法那麼愛我的工作 但是我知道我來這一輩子 我其實就是我在成長 我想要成長 一個靈性 然後透過再次為人物更加成長 然後可以透過連接爸爸主 透過唸 On Nama Shibaya 然後請這個爸爸主的力量來支持 繼續澄清 喔 On Nama Shibaya On Nama Shibaya 安老師要唸習英文 沒有 所以就是 常常就是 是有空沒空 然後就唸一下這樣 這是一個咒語嗎 對 我自己會做一個儀式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工作 我會點上一個蠟燭 然後就會點完蠟燭 點起蠟燭 我就會在心中跟爸爸主連結 然後我跟他說 我現在要來做 比如說我 其實剛跟這個反彈前 我點了一個蠟燭 是 師品爸爸主 所以跟著我一起來進行這個工作 嗯哼 嗯哼 對 然後覺得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唸幾次 On Nama Shibaya On Nama Shibaya 對 然後這個針言其實會讓心平靜下來 嗯 就可以穩定下來 然後再繼續做手臂的工作 是 因為我覺得常常很多時候我們亂掉 是因為心亂了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了 嗯 對 然後這個針言它其實有還蠻好的可以穩定心性的一個力量 是 哇 然後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是去送念這個這個針言 嗯 這個就是好像人家之前就是什麼Omababihong的那種感覺 是那次的意思 Omababihong是西藏的也是一個很棒的針言嘛 是 那On Nama Shibaya 就是Bababihong特別留下來的那個針言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Bababihong的這一個 那個音率跟音頻比較好聽 嗯 On Nama Shibaya 對 感覺就是又有一點小浪漫的感覺 然後就很容易的達成 然後慢慢的盡心這樣子 欸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好 那最後還有沒有什麼那個 有什麼想要跟聽眾分享的 剩一丁丁時間 對 更一點點 對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說你現在在哪裡啊 然後在做什麼啊 然後如果聽眾朋友有興趣的話要怎麼找你呢 我現在住在雲林斗六 有一個瑜伽老師 他在書中就有寫他自己跟瑜伽相遇的故事 那其中就有提到爸爸舉 所以其實在第一版有很多來跟我買書的其實都是學瑜伽的人 是 他們都是因為他們的在瑜伽傳承裡面有聽過爸爸舉 然後因為爸爸舉的這個很少 對 所以他們就找到我來看這個書 對 對 所以我覺得爸爸舉他的瑜伽 我不講很複雜 我覺得其實就是因為我之前去道場 還有去連結爸爸舉的這種體會是 其實瑜伽就是合一 我們就是透過瑜伽的練習 然後跟我們自己合一 然後瑜伽哥跟前面講的工作進行是一樣的 因為工作進行也稱為Kama Yoga 對 所以你做任何事跟他合一 你在練瑜伽你跟你的動作合一 心性也都 心性呼吸都在那個當下跟自己合一 嗯 然後你在做走路的時候你就好好走路 吃飯就好好吃飯 然後打掃就好好的打掃 嗯 因為打掃超級重要的 對 他跟別人互動的時候也盡量就是可以說好話 嗯 可以盡量去鼓勵的話語 是 然後協助人們可以越來越愛自己 爸爸有個教導是簡單真實跟愛 嗯 生活可以很簡單 然後對自己真實 但對自己真實不是我們要去不斷的去批評別人 嗯 而是我們知道怎麼對我們是好的 我們去支持自己 那每個人有自己的道路 我們也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是 所以真實不是我捍衛我的真實 我去傷害別人 這不是 嗯哼 嗯哼 然後那個愛就是愛每個人 每個人就是有他的樣子 對 然後比如說這個人他的行為不是我喜歡的 但是沒關係 我愛他 他可以是那個樣子 嗯 我們保持距離 但是你可以這樣 這是一個很尊重的態度 嗯哼 所以我就是我不斷在我生活中去學習 去去活動他的教導 嗯 所以就是要上網搜尋是怎麼搜尋你呢 是88級的教導就可以找到你了囉 嗯 還是你有什麼 還是你有什麼專屬的那個 就是搜尋的名稱呢 我有粉絲專業 好那粉絲專業的名字是 Tara 心光聖殿 Tara Tara 光聖 心裡的光 所以我們心中是有光聖殿 神聖的殿堂 嗯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心都是神聚聚的地方 我們要適時停複視自己的心 讓他一直很閃亮 嗯 就是我取我的粉絲這個名稱 好啊 那大家要搜尋的話就會 我們也會把這個名字放在我們的影片的下面 好那今天謝謝那個LaLa Tara 跟我們分享這麼這麼 在板裡面有安老師的文字 好謝謝 謝謝你 謝謝 我们下期再见